接下來我們上的東西叫聲音 我們要先講 聲音就是一個所謂的聲波 有一個鑽動 藉著介質傳到生物體的耳朵內 它就會聽到聲音 聲音是一個力學波 它需要介質 我們稱之為所謂的聲波 我們現在跟你講 產生聲音的物理條件 不要管那個身體 就是到人耳朵裡面之前 進耳朵以前外面的條件有兩個 第一個東西要有物體振動 有人會寫要極速的振動 要極速的原因是因為 如果振動太慢聽不到 所以要寫極速振動 第二個要有介質傳播 所以要產生聲音的物理條件 是兩個 第一個要振動 第二個要有介質傳播 所以我們有很多的實驗示範 這個要振動 像這個要通草球 你們現在可能不知道 什麼叫通草球 想成保育龍球就好了 敲個音差靠近它 彈彈彈彈的彈 這要做 所以表示它在振動 然後我們在做實驗的時候 請你把敲音差放到水中 水會漸起來 表示音差在振動 然後有什麼鼓啊有米粒啊打鼓的米粒會跳啊都是 或者是像這樣子的 或者是像這樣子的狀況 就是 你 把你的手放在這裡 然後你出聲音 所以就可以感覺到它要有震動 要有震動 所以 震動才會有聲音 然後所以要有震動才會有聲音 第二個要有介質傳播 比如說這以前有位大哥做這個實驗 然後這裡面有個鈴 鴦鴦鴦鴦鴦鴦鴦在響 然後逐漸的把空氣抽出來 隨著空氣的抽出聲音就越來越響 到抽成真空就沒有聲音 誰知道 它必須要有介質要有空氣 OK 我們教你的介質就是空氣 它不見得一定要是空氣 固體也可以傳聲音 液體也可以傳聲音 考試題目說 人在游泳池潛到水裡面 還會聽到外面的聲音 表示什麼意思 液體可以傳聲 但是我們教你的是誰傳聲 空氣傳聲音 空氣傳聲音 OK 這是一個錯誤了 但是有效果的廣告 被揭 charm 空氣傳聲音 都怪你 誒 rel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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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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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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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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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脆pet 他最後的那個gay那聲有效果 達到廣告效果 可是完全是錯的 為什麼 因為月球沒有空氣 傳播聲音 他改再大聲那個東西也聽不到 所以他是錯誤 但是有效果的廣告 那月球沒有空氣 那燈月的人怎麼樣去交談 那電磁波怎麼樣交談 帥哥美女 現在換美女了嗎 換男的 不要 我要換女的 女生13 沒有 沒有13 那美女10號 10號 10號 他怎麼傳 電磁波 請坐下 他雖然講的不是很清楚 但是算正確 就是你的所謂的麥克風 那種東西 然後對他講 然後經由一些電子裝置把它變成電磁波傳過去 然後那個人就接 把他轉回來 你就聽到了 聽到了 所以他用所謂的靠電磁波 因為電磁波是不是要戒指 不用嘛 電磁波不用戒指 所以呢 轉成電磁波就聽到了 就是 重點 產生聲音的物理條件是什麼 兩個 第一 要有物體振動 第二 要有戒指傳播 請你把它記好 OK OK